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我们今晚讨论的问题 就是关于青少年吸毒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热门的问题 也酝酿了很多很多在传媒很多人都谈 教育界香港的警方社福界 其实都为这个问题不断地探讨的 如果大家有跟传媒现在所说 最后政府就想说 现在发现这个青少年问题 这个吸毒其实是越来越似乎 就是呈现起来了 其实在早前我自己的母校 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当时有一位以前的那些旧同学 就打电话给我 他发发吹吹吹要说一下这个问题 要跟学校说一下 他意思是因为学校处理得不好 校长处理得不好 但是我们希望深一步了解这个问题 不是说哪个人当时处理成什么 但是你会看到的 现在的政府提议的处理方法 就是进行那个校园里面 就是做一些读品的测试 当然早期反对声音很多 大家都知道反对的原因就是 当然侵犯每个人的私隐权 但是当然也认为 这是吸毒犯法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是可以伤害你是没有你的私隐权 你做些犯法的事情 我在网上也看到 有人建议 如果你要强迫性学生去接受这些测试的话 首先要做 就先给他带头做 那些现在流行的歌手 迷人 还有海关 不知道为什么他用海关警察 你看到网上那些年轻的人 曾经有这样说的 如果你要做可以 他们一起做 香港所有的影艺界人都一起要做 强迫要做 香港所有的警察 海关这些人都要做 你这样我便去做了 但是这个是早前 我们看到 在网上有些blog 有些人这样建议 那些反对的声音 这样建议 但最后大家看到 最近的发展 已经成为 整件事是不需要 警方参与的 那就是一个全部是可以说是 是自愿式的 那也都要 不单止那个学生要 要自己同意 那和家长都要同意 那始终呢 在香港的中学校园里面 那些学生 始终很多都是未够18岁的 所以现在最后妥协的方法 就是 学校可以自愿参加 那也都需要 家长和学生一起同意 那才会进行 那结果呢 就是不会交给警方的 那现在你都看到呢 暂时呢 现在香港呢 似乎做那个情况 就是这样进行着的 那好了 那当然呢 在报道上呢 就开始就 就将那些不同的数据 就慢慢地发挥出来 那那今天的 苹果那里呢 就也都说 他吸毒少女率 6年增了70% 6年里面增加了70% 那那 那当局呢 形容 毒祸 已经成为校园里面的次文化 那样 那那有加上其他的标题 16岁小女 涉嫌 犯毒 被捕 那你怎么看看这个标题呢 你会 就是你会以为 哇 就是香港这方面的问题 可能真是 就是很广泛性 那你真正正看回 实在的数字呢 在近年来 21岁以下的 吸毒的人数呢 在03年呢 男士大概1587位 女性就是620位 那到04年呢 都是1504位 05年1548位 06年呢 就升到1765位 07年呢 2134位 那那直至最近了 09年上半年呢 都有成1424位了 那女士呢 由620位呢 03年呢 已经增加到呢 08年的 1058位 那你可看到呢 起码呢 就是官方的资料 的实在的数字呢 其实又真的 不是说 那麽 那麽多的 那麽 但那個问题呢 即吸毒的問題呢 不是只是現在 青少年啊 那個校园啊 香港啊 其实整個 那個吸毒的禍害呢 可以這樣說 是全球性的 就是全世界的 那些政府呢 都是拋頭 想办法如何处理它 今晚有几位朋友一起和我们探讨一下 大家有机会在过去听过叶启明先生 他分析经济方面 他很有系统、很清晰 整个大纲很清晰给我们看到 今次也很开心 他也答应和我们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青少年 虽然他自己说他真的这方面不是他专长 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不是用专家的角度去看 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用常理的方法深密地去讨论 我们常常很强调香港的更好大行动 香港人就不可以什么次靠专家 很多时候是我们揭受一种常理的常识去了解 反而往往是看出的答案是可能比专家更加好的 金明然大家都认识了 金明一直都在这里帮他做了三年多的节目 李永康很可惜我们时间搞错了 他就开第二个会 今晚就没来到 我相信他这方面有很多这方面的新的见解 好了 大家怎么看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老爸那一辈就吃鸦片 流行吃鸦片 其实每一个年代都是 我自己最记得的 每一个十年都说吸毒很严重的 六七十年代就说鸦片那些很严重 每个人都吃的 就是唱大戏那些 新马仔 有一次在公开说 当时说 我吃鸦片的 上到裁判官 好像那次就不知怎样就算了 就是他自己都公开承认是吃鸦片的 是是是 那都算是毒来的 是是是 那接着就 接着 海洛英 我最记得的了 小时候七十年代那些 就是吃白粉那些那些 又是很严重的 一般都很严重的 是不是 这个问题都说是世界性广泛性的 只不过现在的蔓延 就是在我们小时候 在校园里面 这个可以这么说是相当少的 没有什么听闻的 都不是的 吃白粉 吃白粉很多的 是吗 在学校里面 当然不是在学校吃 出去吃而已 很好自意 就是说每个 每一个时代都有流行的 其实都没曾停过 没曾停过 去到九十年代就说冰毒了 吃冰毒嘛 方便嘛 跟着现在吃精神科药物嘛 其实是 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停过的 是 是不是 一样是这么严重的 是 如果要 就是说到这么严重 就是 一向都是这样 是 是 就是这个问题 始终没有人可以 就是 有些有效地 或者具体地 是解决的 是 是 就是 就是 禁止的方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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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已经做到这么多年了 但是 始终这个问题是可以说越来越严重 可以说越来越严重 1840年那时候鸦片战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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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令到中国人 沉迷 内严重 使得 的确力是很弱 他就更 其实是当中如人得利 是 就是说你们 不够强了 那我就欺负你的 是 是 那吸毒的问题 无可否认 就是 长久以来 就是一百年以上 存在住 只不过是毒品不同 因为以前一些 劲一点的就是 那些白粉 是 是 现在 远性的 陆安屯 俗称K仔 我想深入看看後面的原因 我現在透露一點 最好分析的是 在青少年慢慢成長的時候 他為何會轉去吸毒 因為一個小孩出來他只會喝奶 喝奶都是被人教的 但他未有意志力 因為他未懂思想 未有判斷力 但是一個小孩成長四五歲 慢慢學 然後小學到十多歲 十二歲到畢業 在中學開始已經在思想上 已經具備了很多經驗 我們知道吸毒這個行為 就是要做決定的 對嗎 人家會給點東西 好像大口煙仔 有些人說 很臭 不吃 有些人拿出來 任何東西我們就要抉擇 當然喝杯水 很簡單的抉擇 喝就喝 但吸毒這件事 我相信現在傳媒 我相信那些小孩 已經在傳媒聽過他的和害 政府也宣傳不少 但為何他仍然解決不了呢 背後的表象背後的成因 我自己概括都是在四五點 就是青少年根本未成熟 未成熟的意思就是 他缺乏人生的經驗 和社會的經驗 他未知道吸毒後的和害 好像兇仔 未玩過火 未辣過 他便會玩火 辣過之後 他便會知道 這件事很痛 我們過了也有這樣的經驗 我們小時候都玩過火 這個是未有社會經驗 另外我相信 在成長上面 在未成熟到成熟之間 人是在精神方面 會有很多情緒的問題 有學業的問題 有自我肯定的問題 有家庭可能會有問題 學習、學業方面 我們知道 香港出了名是壓力大 填鴨色 壓力令人需要找出路 這可能引致很多 學業上可能追不上 或者已經發覺 沒什麼心機的人 轉去讀品 尋找情緒上的發事 另外當然 也有引誘問題 有些人可能是 覺得好玩 嘗試一下 或者別人告訴你 吃完之後很興奮 這些我想 大家慢慢去探討 總括來說 我覺得吸毒的問題 在背後 就是關乎成長 或發展心理學上的 青少年 一直發展 為何會無端端 一個人當然有開始 除了小孩子飲奶 出來肚餓 就是飲奶 或者人要吃飯 自然 肚餓 但吸毒的 我們今天看的數字 可能是一萬人以下 如果是二十一歲 根據這個報章媒體 趨勢在增加 但是千多人 千多二千人 就不是很多 但很明顯 實在一定不是這麼少 一定是遠遠比這個數字 可能多一多幾倍 十倍都不出奇 是的 這個是一個 歷代都有這個問題 但是那個事實就是 全世界是 蓋來蓋來蓋來蓋不到 從來沒見過任何的 真正成功的例子 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做法 就是 如果我們這麼大致的探討 宣傳 如果學校裡面都介入 就是用這個驗毒的方法 當然 也都可以很明顯的 如果你家裡的小孩子 你家長都知道他有這個問題 開學之前 當然大家盡量 合力 將那個身體那個 毒品那個容量 盡量減低 就是盡量去戒毒 即是可以看到 是有抑制作用 在某個程度上 是有抑制作用的 但是那個事實就是 全世界這個問題 只是越來越嚴重 是完全都是未真正解決過的 當然 有些回教國家 可能馬來西亞 有些地方 我不知道實在的情況 但他們是很嚴厲處理這些問題 是死刑的 因為你販毒是死刑的 我想 我估計可能相對上 他們這方面 是會 會少些 大陸也是 大陸也是死刑的 當然啦 販毒 一樣死刑的 但怨性的那些是嗎 一樣 一樣 但是 我有一件事問 那什麼叫龍安彤 其實 是什麼來的呢 說真的 沒吃過 不知道什麼環境 老實說 我也不知道 什麼 什麼優惠院 那些 精神多藥物 是啊 那他 他做得出來 應該是 那可能令到他覺得 拍 覺得他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可能有一種另外一個境界的那種精神上的感覺 好像以前那些LSD 那些 我想是這個原因 我記得我自己在七零年代在美國大學讀書 那我家學校就是比較前衛的嬉皮學校來的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在七零年代的嬉皮大學裏面 差不多可以說 在我們的飯堂裏面 宿舍裏面的飯堂裏面 差不多 就經常都聞到這些味 那很多時候大家坐在那裡聊天 都是那些大麻煙 就是一個一個來到 就是輪流的來到pass 但是我在當時 我的心境是很不同的 我覺得 我不需要用這些方法令到我high 連我大家討論問題 精神上的衝擊 我叫intellectual的衝擊 我已經很high 所以我過去 我從來鬥都未鬥過 雖然整間學校的校園 我的風氣都是這樣 不是像文化 是主流文化都是這樣 大家都成形後 就是pass 吸一口吸一口 我通常就pass就算了 我從來不會 我碰都未碰過 但是我聞到那種味道很香 大麻那種味道很香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大學 又在另一間大學裏面 那同學就想 他知道我從來沒有鬥過 想破我身 他怎樣呢 他就請我喝茶 請我喝茶 我心想我奇怪 我又不喝茶的人 突然間這個同學 為何要給我喝茶呢 很明顯 我就打開茶壺 過一體 就知道大麻業了 大家都是貪得意 但始終我自己 都沒有喝茶過 所以在這方面的感受 我自己未曾有親身任何經歷 但當時我在大學裏面 我記得我一個同學 我最近回到我們所謂的reunion 有聽聞 這個同學是致力把這些毒品合法化的 他當時 他最後好像成為一個PhD 不知道是甚麼博士 我不知道 但他在美國 希望將這些毒品 起碼是大麻 要致力合法化 我記得他當時跟我說過 他說原來發明 Watson & Crick 發明DNA的構造的人 他說原來當時 他好像在吃LSD之下 看到這個現象 是讓他想到我們的核子基因的構造 他在毒品的影響之下做到 那是真的假的 我就不知道 這位同學肯定 他一定是做很多很多面的研究 我不排除 他可能他的畢業論文 都是探討這件事 我記得我以前的大學 有很多同學 都是做論文 都是探討 毒品 到底對我的身體 是否真的有這麼大的何處 還是我們以為是這樣 我記得之中 我很多同學 都是作為這個 畢業論文的題材 所以這個問題 這是在70年代 早年的70年代 但今時今日 你可以看到 這個問題始終都是 停留不前 似乎是越來越嚴重的 你看回古文化 其實我相信 現在我們會用法例 禁止人們進食 或者吸取這類的精神變動 影響我們精神 影響我們身體狀態的物質 其實這些物質都是天然物質 大麻是天然物質 鴉片是天然物質 其實整個西藥的基礎 早然都是由鴉片提煉的 很多早期的藥物 都是屬於一種 簡性的Alkoloid的物質 其實都是由鴉片開始的 所以整個現時的西藥基礎 的樂起源都是鴉片的 好了 這個是所謂的非法性的動物 但我亦都看到 很多成年人 都是不斷地服食一些毒藥 只不過他服食的毒藥 是一種醫生寫了之下 給他毒藥 但全部都是一種毒品 都是被禁的 只不過有批人 有特別的特權 可以被人用這些毒物 我看過一本書 應該是《還我健康》 他裏面有一篇是講過這些藍藥 藍藥的問題 其實我們整個社會 都在合法藍藥 吃幾十年藥 大量人 你身邊左右都有 所有的青年人都看到 他父母都是一直在吃藥 很多精神科學藥 很多的 很多抗疫物藥 其實他們都可以看到 有一種說法 青年人做的行為 很多時候是有一個 叫做 role model 有一個模範 他認為這是一個模範 所以在處理這個問題 有些人都說吸煙這個問題 在《Tipping Point》那本書 我報紙也有提及這個問題 他都講解 為何這些青年人會吸煙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們有一個叫做 role model 譬如他們認為他們是崇拜的人物 他們是吸煙的 別說了 早年七四年代西醫界情推揚吸煙 吸煙的背後推動力 其實已經有一段很實在的歷史 在煙廠當時 用廣告形式 用公關形式 把整個吸煙 大量推揚 這是一個事實 早年的醫學界 醫生在廣告上說 如果你有社交情緒緊張 那便會吸煙 亦都說 吃煙的女士 當時的公關就說 很多女性吃完飯後 就會吃甜品 所以很容易肥 不如簡單的方法 吃完飯後吸煙 可以減肥 這是當時的實在 在主流傳媒 有這班專家 製造這樣的宣傳廣告 將香煙推廣出去 因為早年在美國 女性吃煙好像覺得形象很差 通常那些不正經的女生才吃煙 她要打破這樣的風氣 就是這樣的形象 煙廠故意請一些很大的廣告公司 製造一大串的宣傳資料 將這個形象改變 我覺得這個問題 事實上 在今天《蘋果日報》的報道 都是相當嚴重的 最主要嚴重的是 趨勢每年都在增加 而是從2003年至2009年 根本沒有停止這個跡象 學術研究都知道 如果提供一個畫面 你發覺這樣 背後有些東西去趨勢這個問題 惡化 我想不是看數字的多少 而是看趨勢 根本我覺得這個問題 真的需要好好處理 為什麼一個人成長 你都知道 吸毒後 生產力或者成長 都已經遭受影響很嚴重 當然我沒有吸毒 我從來沒有吸毒 我以前都試過吃 現在都很少吃 如果是吸毒 一個人想引 看見他們又要戒毒 吸毒的人 根本就是 大部分時間都不時生產 現在還有些毒品 令到人 差不多要跳樓 或者瘋了 落衣褲 無論對人道的立場 或者對社會的健康發展 都不太好 譬如請一個員工 他吸毒 他的精神肯定不會很健康 他會受到藥物 或者毒品的一定摧殘 我看見這個問題 如果數量太大 會根本影響到社會穩定 為什麼呢 他沒有辦法找到食 講俗一點 他要生存 他除了買軟性毒品之外 他還要吃飯 可能有病 要看醫生 政府養他 或者家庭的婦女 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接著會繼續 今晚的題目 就是青少年吸毒的問題 唉呀 你輪轉天 風濕骨痛 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哇 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好了 我們很快回來 繼續今晚我們的講題 青少年吸毒的問題 我們都很明顯 這個問題是國際性的 全世界性的 不是某種學校 不是說差一點的學校 其實我們也知道 很多國際學校都同樣有這個問題 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嘗試用另一個角度 存款另一個角度 如果我們假設一下 這個問題是 過去用的方法 是未成功解決的 即是 你譬如像美國 那些 那些 可卡因 那些 哥倫比亞那些 經常派突擊隊去 又說燒光 那經常做的 那他燒光了 他便賣貴一點 明白嗎 最近看到 我們都知道 Michael Douglas 那個兒子 即是他自己的兒子 又直接去販賣毒品 販賣毒品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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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後代 都有這些 行為 你會看到 他的牽連範圍 不只是 低下階層 是 所有不同的階層 都是有的 即是 即是 很明顯 為何會吸毒 或是 以前的 勞工階級 或是 早期的 中國的 鴉片戰爭 那段時間 很明顯 那些人為何會吸毒 對他來說 是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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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 他當時的困境 不論當時的 即是 現在的年輕人 在學業方面 或是 在人生 迷惘的 老徒 其實他都 可能不知道 自己想做什麼 或是很失落 或是 以前的 勞工大眾 對他來說 真是 唯一能夠 令他 就是 新生一年之後 吸鴉片 吸幾口 我 也知道 例如 C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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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地方 高山地方 醫治高山症 而當地的土人 就會咬這些 Coker 的葉 令他的體力 增加 他可以擔很重的東西 走上高山 我可以看到 其實 採用這些 草藥 或者所謂 我們現在叫做 毒品 其實在歷史上 古文化 一直都有 那 我們有沒有一些例子 可以看到 在一個 健康的 部落 或者民族 裡面 有沒有說 因為用這些 迷環的 草藥 或者 用可可葉 或者用 鴉片 或者大麻 是有什麼 嚴重的 社會問題 我似乎 覺得是沒有的 有不同的人 有一種不同的見解 其中 我給了一個 事實 在美國 美國有些 執法人員 其實他們都是 直接提出一個 的解決方法 他說 在美國 每天 有兩個 執法人員 因為 涉嫌這些 在這些 販毒的活動裡面 是被殺了 每天 美國有兩個警察 死於這些 當香港很明顯 還沒有去到這個階段 你看到 美國一個 所謂物質文明的國家 這個 販毒的嚴重到 每天 死了兩個警察 因為在這些 街頭裡面 追逐這些 毒犯 被殺 節目都有 特意去做 跟這些 DEA 這些探員 他們經常去 北極 他們真真正正在裡面 來運戰 新歷其境 他們知道 最後 他們怎樣提出 解決方法 他說 將它合法化 將它全盤合法化 當然 他當然 在他們 這些是一個 犯罪學家 他不是普通 一個執法人員 不是一個警察 他是一個 在大學裡面 教這些 犯罪學的 這些 博士 他認為 真正要徹底解決 我們應該嘗試 將這些 所謂毒品 全部 都合法化 另外 有一個資料 這個數據 我們在網上 聽到 原來 今時今日 跟毒品有關的經濟 是佔全球經濟多少 是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的經濟活動 是跟毒品有關的 你是根本 即是 今時今日 大家都為錢 什麼都做 那些 你覺得 如果在這樣的經濟 引 那個 引誘之下 有因 根本就不可能 是 消滅 是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七分之一 全球的經濟活動 是跟毒品有關的 沒錯 我 好像 聽到消息 或者看新聞 就說 女性吸毒的人數 增加得這麼厲害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他們有些免費的毒品 初初免費 當然是初初免費 每樣東西給你試吃後 都要收回成本 沒錯 當很多人從事毒品的買賣 因為利潤很高的時候 他需要有市場 市場就要人吃 很多人可能是 以致力不夠堅定 或者說是免費的 先試試看 看看是否這麼高 之後他上一人 就沒有錢 就要付錢賣 變得促成 他們的毒品的 銷售這些 毒品的企圖 就得逞了 我相信 這個經濟問題 肯定是其中一個好處的問題 很主要的 很主要的 推動力 譬如每一個地方 如果你是嚴刑的 譬如要打靶 終身監禁 你可以賣到很貴 所以越是嚴刑的地方 他就越貴 賣得 那他的誘因就越大 即是販賣 這是一個世界的市場 是啊 好了 如果我們試想一下 自己想一下 如果我們將它全盤合法化 起碼 令到它沒有市場 經濟的推動力 經濟的誘因 沒有了 沒有了 因為經濟的誘因 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有人會去販毒 推動 我說完全沒有錢賺 那你不會做 是不會做的 就是這麼簡單 為何會給你免費呢 希望你 就是 引你上去引 多多錢 你會想盡辦法 當然因為它是一個非法的化學物質 那便很貴 其實這件事 譬如大麻 你種也能種到的 你免費也能種到 當植物當菜都可以用 你說很多這些鴉片 種植起來 其實一點都不貴 好了 我們試想一下 如果我們將整個毒品的問題 是將經濟的誘因 是全部燒光 一筆打光 那麼我們想一下 背後的情況會怎樣 是很不同的了 起碼不會有些人 是推他 沒有錢賺的 那你有沒有推呢 你自己也種得到的 但是有沒有去做呢 那你需要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做 好了 那你說是否吸毒的人 個個都不行呢 那心馬之珍是一個好例子 是吧 其實呢 如果你的基本的營養 是沒有問題的話 你不是因為 食物的錢 就走去買毒品 你營養 所以我們可以正視這個 所謂的毒品問題 譬如大麻來講 大麻是最好的抗疫薪的藥 我相信呢 第一個會反對大麻合法化呢 就是藥廠 因為一定會大大打擊 它的抗疫薪藥的市場 第二個會反對 那些毒品合法化呢 一定是那些販毒分子 我告訴你呢 肯定他們第一個會反對的 我亦都聽聞很多 很多政府 在早期所謂的革命軍 他們很多時候 是用籌錢 用販毒的方法 甚至乎 他們認為 CIA都是這樣 在南美洲 他們政府都參與這些販毒 因為很多錢 他們正式去國會申請 他們是拿不到的 唯有自己想辦法籌錢 其實這些資料 在網上 或者很多其他的 當不是主流傳媒 你會得手這些資料 你會看到 其實很多人 都是靠毒品去探索 包括很多 所謂政府的機構 包括毒品 很明顯 所以大家可不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們將它全部合法化呢 那現象會怎樣呢 但是Doctor 當這樣一提出 說合法化 就不用說那麼多了 大把人托出來說 你真是鼓勵人吸毒 永遠就是這樣 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 歷代也是這樣 等於耶穌 出來 去解決世人的問題 就釘他十字架 永遠就是這樣 明白我的意思嗎 分別就是這樣 現在因為經濟的人 很多人會鼓勵他人去吸毒 一個很大的 七分之一的全世界的經濟 那個動力 是在毒品 我不知道有多少千億 如果我是沒有這個七分之一的動力 是完全沒有需要的 你覺得鼓勵你吸毒的人會多了會少了 是 還有 因為你現在是非法 他因為你毒品昂貴 那些人去吸 那些小朋友 去吸 他就要積極去賺錢 而引致到一些犯罪問題 也是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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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貴 那他就要用很多非法的途徑 例如去打劫 枯頸 或者去賣淫 這樣賺錢去賣這些 有很多黑社會 是的 報紙 大家知道這些賣這些 全部都是黑社會參與的 是的 所以 我們試一試想一下 如果我們徹底想一想 不要在一般的現象那裡 是道德 道德 一說合法 就是鼓勵人吸毒 那些 就很明顯 如果沒有金錢的推動 推動鼓勵的動力一定會少得很多很多 那當然 我們會看看 譬如在美國對於煙酒的處理 總而非禁酒 但是當然 很多人都不了解 當時禁酒的真正動力 不是我們表面在這裏 我一般人都以為 當時美國 有一班 教會有一班婦女 團體 全體 就是 向政府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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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說 很多參議員 很多 Congressmen 這些議員 就要他們 將酒 禁酒 禁酒 通過 禁酒 其實真正 當時推動禁酒 是 Standard Oil 是當時的 Standard Oil 因為原來 當時美國很多的汽車 是用酒精行車的 不是用石油 不是用電油 所以當時 其實背後 是有 Standard Oil 石油公司 電油公司 就是給一筆錢 這些婦女團 幫助他們 將這個法例通過 其實最終目的 是想消滅所有 酒精行車的工業 你要做酒精 要很多這方面的工業 當然做酒是其中一個 喝酒 原來當時很多汽車 是用酒來行車的 他就要用這個手法 將酒的生產量 全面消滅了之後 這些汽車自然 就不可以用酒精行車 要將它轉為電油 用濃烈 其實這個背景 是很少人知道的 很多人都以為 是因為道德的因素 驅逐這班教會的婦女 是改了這個法律 以為為你健康著上 根本這班婦女 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令當時很多酒鬼的參議員 會做這件事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看問題 就是會員 雖然我們只是看問題的表面 甚至少是糾纏,糾纏,糾纏 糾纏,糾纏,糾纏,糾纏 糾纏,糾纏 其實我們講這個毒的問題 其實 根本其他問題都是 譬如你 槍技,墮胎 等 當你一轉進去地下 非法被平定為非法轉 他轉去地下活動 他從來沒有掠止過 从来都是这个事实来的,哪有截止过呢,刚刚才, 然后很多人靠这些,譬如黑社会,很多其他社团,靠他们来找食,很大的来源。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出现,跟我们表面所想是很不同的, 譬如《Freakonomic》那本书,亦都有分析过,美国的犯罪率近年来,各省各地都跌了很多,突然之间跌, 当然很多犯罪学家用不同的解释,社会学家用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终他们发现,真正的令犯罪率大大降低,就是当堕胎合法化, 因为当堕胎合法化之后,很多不应该出世,或者家庭没有能力好好的照顾她的婴儿, 是没有出世的,令到这些所谓没有好好的教育过的生物,是减少了很多, 这个真正是导致美国的全面性的犯罪率减低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就是看很多其他因素, 估不到一个这样的法例,因为把堕胎合法化,令到全面的问题解决, 这个是一个,是不是诺贝尔,即是经济学得, 诺贝尔的那本书,他好像未获得诺贝尔奖, 但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最年轻的,就是tenu professor, 就是受长绷的教授,那本书很值得看, 我们过去都有介绍过这本书, 主要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叫做whoops effect, 原来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以为是做好事, whoops effect是做坏事,这是一个现象很常见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过吸动这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承认,历来的,用死刑的方法也好, 用教育,即是香港这个情况开始严重, 但我相信在外国,澳洲,英国这些所谓教育, 更加是开明的教育,我们所谓, 或者当然他们社会的道德方面, 都是跟中国人的道德社会有点不同, 他比较开放一点,但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这方面的问题,整体上是严重得很多, 当然我们都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人的健康问题, 跟我们的吸烟有关, 跟我们的饮酒有关, 这是事实来的, 这是事实来的, 无可否认, 但是我们都尝试过, 是禁煙禁酒, 其实行不行,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回教国家, 有些回教国家是禁酒的, 你看这些报道也有说, 但始终很多地下的市场, 不是的, 那些特权的阶级也是可以喝的, 没错, 你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是用禁这个方法, 其实始终是未解决到的, 如果我们这样, 这个不是当时的犯罪学家执法人员, 他就说, 不如这样, 我们政府自己推销这件事, 好好收一些税收, 将这些税收的钱, 就用来照顾这些, 因为吸毒的问题, 造成身体上的出现问题, 我相信, 有很多所谓迷玩弱, 可可业, 这些是当地的土著, 是用来增强体力的方法, 他们咬这些业, 我们真的说不到, 他是会上瘾, 或者因此, 而家庭破碎, 经济崩溃, 他就没有, 因为这些是天然的东西, 他自己乘回来咬这些业就可以了, 反而你将它成为一个, 被禁毒品的毒品, 这些就不同了, 那整个现象就改了, 这就成为一个很学士的东西, 那些人用很高的价钱去买, 那就引致到家庭, 那些经济符合太大, 那你也看到, 当然, 都应该可以想到的, 如果将它合法化, 用的人的人一定会多了, 就是用的人多了, 当然, 社会是有这个背后的压力, 是导致人, 需要在这方面, 尋求少少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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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 但是, 现在的, 处理的手法, 是肯定是, 是, 制造一班, 地下的, 所谓贩毒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所做出来的, 带来的社会灾害, 是, 其实, 一样, 如果两害取其轻, 地下活动会严重很多, 就是, 至少对美国执法人员来说, 他们都说, 在美国每天, 有两个警察, 是因为这些活动, 是被杀的, 是吧, 起码觉得, 你不用, 你不用, 你不用这些, 所以, 这个不是, 是可以想一想的, 那么, 起码, 在那个, 在大麻, 那方面, 因为大麻, 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 整个大麻, 这种植物, 是, 那个效益, 是很高的, 不单止, 我们说, 大麻, 大麻, 是可以, 一个非常之有效, 亦相应副作用少的, 抗抑屈的物质, OK, 那么, 很多人都是吃这些, 抗抑屈的药, 然后, 黄迹, 然后转去另一个, 然后, 然后, 吃到垃圾了, 那么, 死的人一定有很多, 因为, 现在的药物的处理都不足, 或者, 效果差, 也很多人死在这些, 对西弱方面, 是的, 那么很多负作用, 这些负作用, 那是很少的, 那么, 那些人说, 不是的, 又又大麻, 会变成其他的, 越吃越多, 那这个是谷一样的, 是是说的, 是吧, 但当你在这个环境是很丰富的,很容易找到的,很便宜的,很简单的东西,我们都不觉得一回事的时候,我相信整个现状会很不同的。 大麻不单止有些人已经揭露出,其实大麻被这个原因,因为大麻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植物来的。 原来在大麻的纤维做出来的硬度,譬如他曾经在20年代,有人用大麻做车身的,气车的身体。 他发现他的坚固程度比钢铁更厉害,在YouTube也看到这片段,有人用大锤去砍它,粒也不粒。 所以有人说,为什么当时有人反对用大麻发化呢?因为当时那些钢铁厂,就觉得是受到很大的威胁。 用大麻液做的衣服,做的鞋子,是舒服,涼快,其实效果很好。 麻疾也是,一向都是。 还有一件事,我相信知道的人可能暂时不多,原来大麻是可以提炼一种致癌的物质。 这个资料我看过,医疗癌性很好。 用一个大麻来抽取大麻里面的油,整个网站教你怎样做。 可能你去荷兰做得到。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将电饭煲也好,用少许水,让温度没那么高, 就凸碎了这些大麻东西。 慢慢地,文火地来蒸,慢慢地抽取大麻油, 几滴,很多癌症都医好了。 所以有些人这么说,为什么大麻被禁呢? 其实不是因为它什么害处,因为它伤害药厂的利益,伤害钢铁公司的利益。 所以真正真正的原因,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 就是说,如果大麻合法化,这些又合法化,那些人就会选择。 大麻又high,又副作用少,这些陆安和化學合成的。 又是这样的,又是这样的,又是这样high, 不过副作用大,我不吃它了。 又便宜。 我想合法化,这条路很长,因为肯定是很多人反对的。 因为这些毒品,始终人们觉得对人的精神造成伤害多个好处。 现在讲的就是,未来的校园验读,如果提出这些, 又非常之争议性,即合法化这条路就比较难走些。 始终我经常都很强调,我们人类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医疗,教育,法律,公义,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解决不了,因为我们看东西是会看起一个表象。 是的,我们这样搞,又牵涉到人权问题,然后搞了搞, 最多是解决不了的。 从来全世界都没有解决到。 很简单,已经出了很多问题了,譬如说, 你说自愿,那我不去验,那又说标签, 将问题又转移了。 现在还在谈谈。 一个问题就变了十个问题出来,很简单,我不验。 十个同学,我只是我不验。 接着学校给你压力,你为什么不验? 你为什么不验?是不是你有成功? 这方面,当然,谁验谁不验,他们不会公开的。 总之,在这个阶段,他们会给你压力。 这个不知道,他们会否需要这样做。 始终,这是一种拳且之计,就是做些事情。 最终的问题,我可以这么说, 现在我们根本是完全看不到问题的中心。 所以,你徹底解决,可能是不会解决得到。 解决不了。 好了,那我们今晚的时间又够了。 下星期再会。 拜拜。 拜拜。